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高雄一名在早餐店打工的朱姓男子爱慕一名女网友,两年前约女方至梦时代购物中心玩宝可梦抓宝游戏,将女网友载回住处,强拉近房性亲得逞,但朱南承受益的行为,最后也让他付出惨痛代价,赔了30万元和解财货判缓刑。 朱南当时性侵被害人后,在将被害人宰之梦时代购物中心丢包,驱车离去,被害人哭住央求包内报警,案经警方依防害性自主罪移送高雄地院法官。 今年6月沈卓朱南以通讯软体和被害人聊天过程,曾多次表达爱慕之意,因一时色欲勋心,将被害人带回住处,违反其意愿性心,导致被害人事后有忧郁倾向的创伤症候群。 由于朱南当庭向被害人道歉,并付出30万元和借金,被害人也向法官请求从轻量刑,给朱南自新机会。 法官沈卓朱南年案发10年仅26岁,冲动刑事。 案发后,在自家早餐店工作,有积极面对过错的具体表现,习秦柯敏,法官依防害性自主罪判处朱南两年徒刑,被缓刑五年,缓刑期间需向指定机关或公益团体扶240小时义务劳务,并接受六次法治教育。